不管是软骨弓或是其他表演 看得八度国小老师学生 以及台湾矿工医院医护人员目不转 今掌声不断 台湾矿工医院结合八度国小特地邀请 20年来不断利用表演艺术关怀弱势的和欢剧团 到八度国小演出 剧团团长何怀安表示 当初取名和欢剧团 就是因为自己罹患眼癌的女儿和欢 是因为自己小女儿的关系 她三岁就得了眼癌 那在医院待了两年做了化疗 那我觉得这时候 不管病童跟家属的心情是很沉重 那我觉得他们在身体康复之后 也要让他们找回他们原本该拥有的快乐 所以就开始做了和欢剧团 去到医院安养院所 希望将欢乐跟艺术生活化这件事情 带给他们在台湾的每一个片江角落 在医院里面都看得到艺术的表演 受邀到八度国小演出 让学校师生以及医院的医护人员 大开眼界掌声不断 也支持了这个具有社会企业责任 制业的剧团继续利用表演将欢笑和感动 带到社会各个角落 我们老师也都上网去查阅了一下 那也知道团长当时创立这样一个剧团 就是希望把更多的美好的事情 带给更多的人 不要因为生命里面的挫败就被击垮了 所以老师都很认同这样的理念 出发点是一个非常美的 希望把这个欢乐带给所有病痛的孩童 或者说一些家人 让他们在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照顾上面 能够自己勇敢地站出来 孤立自己 在各界支持下和欢剧团表演主机 遍及海内外 从台湾一路到澳门 菲律宾以及广西等地 关怀当地弱势族群 散播更多的爱与关怀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